女人好喝 很少 哈喽,我是永昌 我們今天來到了牛車水新加坡的唐人街 來參加逛一逛這個 五毛錢美食會醉 今天絕大部分的這個美食 只需五毛錢 最貴的也只需三塊錢 現在就跟著我一起走一走 看看今天有什麼美食可以一起吃吧 Let's go 人真的是很多 會也非常的長 天氣也是非常熱 她就想到我要去排哪一個來吃 其實今天跟著我來的也有 我的兩個學妹 學姐姐 三個 沒有,我們就要去排 去排 去排 去排吧 雖然隊伍很長 後面還有一個人說 他不知道新加坡人最厲害就是排隊嗎 我們買了這個 三塊錢的國條橋 就是 飄和那個 小餐廳 小餐廳 你覺得呢? 圓餅是吃時間 很好吃 很好吃 各位觀眾 我吃到一道我發現 在那裡啊 在某廟橋裡面有非常小的小鮑魚 三塊錢 很值得耶 烤肉乾 哇 這是鮮餅耶 今天除了有好吃的 也有 東西好買 後面這邊就是專門賣一些 旧食物的文創餐廳 常在麻將上看到的 特別 你這個擋掉我的那個 對不起 後面有紅茶茶 街邊小飯 賣冰鮑 那可能會有一些觀眾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會是在路邊擺盤呢? 那其實三十十年代的牛汁水 真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景象 小飯們會在街邊 就拿著小凳子小桌子 販賣他們在家中所製作的食品 像是後面這個就是冰鮑 不要吃 我買一雙雅 我買一雙雅 謝謝 謝謝 冰條是最適合的 因為真的太熱 非常清爽 因為是冰的 紅豆稍微有點甜 但是可以接受啦 九九七四我覺得OK 他鼓勵你不要隨便讓你拉筋 只要把拉筋 指定的拉筋 就要獲得一些小米 就這個 拿到了一包小米干 五毛鞋 你們差不多 en וב� 就是 有 有 有 如果刚好你在这个时间段来到新加坡一定可以出池 而且这里是小分小分之类 少量多餐可以让你一次过一个下午吃完你最喜欢的新加坡食 今天就这样啦 拜拜